最后一节的通息流 我们今天没什么主题 最后一节我们就会讲另一样东西 这东西就是宏观很多 牵涉到一个人的人生 这东西是什么呢? 迷失 迷失 人生的迷失 因为近日我主要想讲这个话题 当然可能在课程数上跟个人成长有关 当然 因为我们近期 因为今天是情人节 之前星期六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Witty Houston 他过生了 中年48岁 很多人都知道他过生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意外 有人说他现在可能因为浸死 即是浴缸和浸死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用酒送药 用酒送药 用酒送药 抗饮骨药 很多人都知道Witty Houston是有毒癮 这个字 不要说 近期是Ritty Houston 再早前有位很出色的歌手 Amy Whitehouse 又是濫药的问题 最后暴斃了 其实之前再支持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本身也是有濫药的问题 其实很多明星都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想说一件事就是 其实这些明星都有一个启示给我们 一个人 譬如有些东西来得太容易 不是不会珍惜 是令到他迷失了自己 为什么呢 你怎么看我这件事 Witty Houston 十几岁已经好 是啊 Amy Whitehouse 又是 以前陈八强 陈八强 当然我不可以说他是濫药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用酒送一些精神科药物 陈八强是有抑鬱的 对 陈八强是有抑鬱的 最后 最后 其实他也是很早期红 很有天分 很多人都知道 嗯 嗯 哥哥 江沟 张沟穎 张沟 张沟 出现抑鬱症 也有很多种用 其实是可能利益或者利益太容易 还有高处不省寒 怎样看到呢 怎样高处不省寒法呢 一个人 如果经常在高峰上面 尤其是太年轻的高峰上面 他会想一样东西 想什么呢 他会自己会什么时候跌下来 即是什么时候会完结 这一切的东西 眼前的光景 什么时候会完结 就是常常在搭着一个担心的状态 第一担心的状态 第二 因为他们是艺人 他们有形象 有他们的才艺 但是他自己个人的价值 放在自己是什么位置 不清楚 是人家赋予他的价值 人家赋予他的价值 那他说他是自己的 那他比如说 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呢 他们不会以一个自己做一个演艺人去自居 演艺人去自居 对啊 你说得正确 你说得正确 演艺人去自居 演艺人去自居之外 其实我们一般人有样东西好的 就是起码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演艺人 他的存在价值不是他自己去给自己的 是观众和粉丝的赋予他 所以去到某一个位置他很迷失 因为迷失的时候呢 就靠什么呢 去逃避 去逃避自己的担心 嗯 是的 去逃避自己的担心 去逃避现实 想找回一种灵静 心灵的灵静 那就变了很多 好像Riddy Huston或者Amy Whitehouse那样 就是借助毒品 OK 是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 当然大家都不会主张的了 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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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也可能 或者你们两位 可能你们有宗教的信仰 是吧 令到可能心灵有畏直 或者甚至至起码肯定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是怎样 嗯嗯 很多艺人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的存在价值完全是靠人附与 是完全靠人附与给他 OK 是的 其实也挺可悲的 你想一下 也挺可悲的 虽然你面前可以看到他 金光闪闪闪 即是看到他整个光环一样 明星是在那里光环的嘛 嗯 但是这些光环 其实是别人给他 他自己都肯定不了自己的 嗯 究竟我唱到这样的水准 其实我是不是很厉害的 会质疑的 其实这种迷惑普通人都会有的 是的 普通人都会有 但他经常处于这个阶段 经常是这样 今次我做得好不好 我做得不够好 就是观众喜欢吗 观众喜欢吗 有一天我做得不够好会怎样呢 那种压力 你想想多大 我做得不够好会怎样 其实两者都是 无论Ready Hilton、Amy Rahus 组红还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他们有些事情没有经历过 一般人经历到的事情 而他们没有经历过 即是没有梅过 是的 所以成长经历 很简单的 其实你现在看到世界上的明星 他慢慢从不红变红 那些就没什么 因为他曾经试过不红 他曾经试过不红 即是承受得起 他去到红的时间 他就觉得开始平常心 坦而面对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最顶班的香港那些明星 他们因为每个人熬过 熬过梅的日子 那变了来说 他们真的去很红的时间 他们心中也都了解到花毛八日红 有些甚至见好就收 有没有留意 有些人见好就收 为什么见好就收 为什么见好就收 我常常觉得这种是一种什么动作 就是 与其等别人趁别人不帮你 不如早不如自己说 算了 我不拿 正正就是这样 OK 有些人就不是了 有些人就是 我拿 不过我不是一定要拿 不用争取 你给到我就拿 OK 有一种这样的人 这种人都坦然面对了 根本已经 已经的豁典 心境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了 这些都要四五十岁才能做到的 你不要期望年轻能做到的 你很简单 就算我们说近一点 不要说到海外 你想想一下 郑秀文 当年都曾经听说话迷失过 他曾经都休假过一段长的日子 好像拍完长恨歌之后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他也是很早期红 虽然他都熬的了 但他红得很快 又是个心理符合不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想一下 平凡是福都是震的 当平凡是福是震的 起码来说 我们起码不用去人家认同我自己 究竟是什么人 如果你天天都希望人家认同你自己是什么人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你会天天在处于担惊受怕之中 你会天天处于一个恐惧之中 还有有一种情况 最后一种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 好像陈八强说 陈八强 为什么放不下 陈八强放不下 其实就是他有组红 天分很高 当然 但是最后他竟然 竟然是人家红过他 像张国荣 效力的哥哥 效力的哥哥 哥哥那种又不同 哥哥那种 因为他要别人给他价值 变了来说他心理上的压力很大 但是只要做到完美 那变了最后就会变成臭命之骨症 嗯 是啊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做普通人看一些人好 其实你看人好 人看你好 OK 这个可能大明星可能就看望过普通人的生活 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 但是呢 其实呢 韦实讲你 其实两个有信仰都是好事来的 起码不会那么容易迷失 好难说的 我们两个都可以很迷失的 是啊 是啊 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可能迷失 但是心境可能没有迷失 嗯 还有一种人是会教育为小迷失的 哪种人呢 有信念的人 有信念的人 是的 或者有一种 他相信那样东西 OK 他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但是这个当然是很远大 甘地啊 马丁路德甘啊 那种 那种人一定不会迷失 是啊 是啊 第三种哪种人不会迷失呢 就是呢 你可以说得过且过的人 得过且过 是的 他们会觉得有些东西过得他就算了 平凡人 或者可以说得到 甘愿做平凡人的人是不会迷失的 就是 因为他不用人家肯定他的价值 OK 明白 是他自己去肯定自己一样东西 嗯 其实这个也是很高的境界 就是你要做到好像陶渊明 你才觉得陶渊明就是回去不做官 持官就归顾你 所以你经常说呢 现在你自己的明星呢 因为压力太大 害怕狗仔与僵尾声 等等 变了你好似觉得呢 譬如说 他好像变了第二个人一样 可能落了 在台下变了 就好像说 so far之前 有毒品问题 就讲法子 又是 是啊 面前 扮的 伦家少女是 嗯 镜头后的 他变了第二个人 是啊 这个也是职业逼成他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要在 目前为止扮演 一个这样的角色 长期是这样的受压 是的 另外一个人也是 邓丽君 邓丽君 邓丽君也是这样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邓丽君呢 基本上呢 如果以前我们所知的故事就是说 他本身呢 形象好像很健康很乖乖的 他的确是 是啊 就是 就是很純正的形象 那我当然不是说他 说他浪尖等等的吃 就是有食药的问题 绝对不是 但是他 他背后呢 原来打扮呢 就是出道去打扮呢 就变成了第二个人一样 就是 怎样打扮 就是他私底下出去外面 玩的时候 是的 就是打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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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那些呢 就是以前那些非仔非女 我真的不知道 是呀 这个是真的 这件事 电弯了头发等等的 这第二个人一样的 邓丽君 是啊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是一代过后 OK 就是又是这样 因为他面前在演绎一样东西 他背后 他背后要平衡心理 就去做另一样东西 虽然今天你看某某集图 这些例子 都看见到的 说明星怎样玩 怎样的 其实呢 你可以说是一种 发洩 但是如果他连这个发洩 机会都没有的话呢 其实呢 我告诉你 最后呢 就会走上几样东西 是最不好的一样东西 希望大家都起码有不同的东西 无论用宗教也好 你自己有很强大的信念也好 你自己很有人生目标也好 都起码一样东西 不能迷失 就是你自己 明白 我怎样都要补充一些 用通识教育的语言去说 是的 就是如果我们说到 社会上可能有很多 不单是明星 可能年轻人很多时候会迷失 会出现性濫交 出现纱约 纱约 纱约上网 最重要是做什么呢 就要怎么说 找回自己 是的 确立自己的价值 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呢 你要知道自己的处境 知道自己的处境 是的 你要position到自己 OK 是的 这个很深的 其实你这个很简单的 其实 刚才提过 刚才有几样东西 可以帮到你自己去认同自己 就是譬如宗教 OK 你的信念 嗯 你的 譬如你的目标 人生目标 是吧 其实如果你说一个年轻人 这么说 其实最重要就是 就是 去做不同的尝试 当然不要尝试一些不好的东西 OK 因为你做不同的尝试的话 我只是说几样东西 你只是打机 你只是上网 你不去尝试一下其他运动等等 或者你不尝试一下出外去认识一下人 或者你不尝试一下去做一些 你自己不要想我们自己会做的东西 你找不到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你最后的价值就变成只有一个 就是单一的价值 单一去看自己 就是变成了自己的 里面所有的一些 一些可以潜藏出来的东西 你是忽视了 就是忽视了 就是有潜质的东西 就忽略了 是啊 你忽略了 其实是不断尝试的 OK 是啊 老实说以前我不懂 我也不懂经济学 我现在又去试虑看 OK 我未读过经济学家 嗯 我不像Otis 经济学本科出身的 是啊 我以前是完全不懂的 我一样尝试去看 嗯 这些就 才发觉原来自己都有一些 都可以都可以认识到这些东西 明白明白 那当然你说 譬如说好像你们 可能两位 John或者Otis 都是有信仰的朋友 那其实也都 就是你无论你最后 可以纯信仰 纯信一个宗教也好 你都可以去认识 那认识可能 选择多个 适合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心灵位置的空间 可能是 未必可能是 大家 基督的信仰 是吧 我本人就没有的 Otis和John就有了 是 或者可能 甚至 其他一些宗教的信仰 嗯 那这些是你要自己去发掘的 就不可以 就是我们 我不建议 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年轻人的 希望他们都可以 就是多些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好 那总结就是 多作尝试 建立良好生活习惯 建立正确价值观 是 这样 就切勿纳约 是的 纳约真的千万不能 不能试 因为实在 活生生例子太多太多太多了 是 那样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回来再见 再见 拜拜